新北的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 在昨天一口气新增9例的本土案例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专家们怎么说了 好我们先来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是说不排除幼儿园的确诊人员 染上Delta的可能性 如果感染源不明 那么就必须要先假设 Delta已经在社区潜伏酿爆发 他甚至也呼吁每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我们都要当成Delta来处理 我们都必须要好严整以待 那么现在医师沈正南 他就表示说 这次确诊的9个人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最高CT值是35.8 这个数字呢 他认为病毒最慢早在一个月之前 就已经传进幼儿园了 只不过当时呢 算是防疫做得还不错 算是防疫做得还不错 所以才会成为一个沉默的感染温床 但这也是社区防疫强度的证明 可是我们很怕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感染科专家黄利明 他说幼儿园现在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真正复杂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揪出这个源头啊 如果Delta已经在社区流传了 5月时怎么做 那么现在就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他认为说 他也许在认为说 二级警戒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够的 继续来看的是 他提供了两个可能的传染途径 第一个是家长传染给孩子 孩子去上学传染给老师 第二个老师可能不小心染疫了 而不自知 好传染给小朋友 孩子们回家了传染给家长 那么前台大感染科的医师 林士璧就说群聚扩大当然可能 但他比较不担心小朋友染疫的问题 因为他提供数据 日本19岁以下 目前为止总共有22万名的染疫者 可是死亡人数是零 但是专家还是担心的是 虽然孩子染疫可能没事 可能只是一些轻微症状 但是家长们呢 孩子们传染给家长 家长们如果年纪很轻 没有打病毒 没有打疫苗的话 病毒一入侵 那么可能会爆发更恐怖的事情 那么先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他说他不敢想象 一个礼拜以后大学开学 该怎么办 到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喂爆 但有人在戏称说 现在会不会是寒假要提早来了 有人在担心会不会又重回三级警戒 那么餐饮业该怎么办 甚至有人话说得很酸 说这几个礼拜哦 这风景区塞得满满满 人潮有够多 车潮也是 现在知道怕了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看看的是 Delta病毒可能已经早就在社区潜伏了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可能基因定是太慢啦 中央也是慢半拍啦 一下子有在调查 一下子好像又没有 到底是不是自身的防疫太有自信 我们就要请台北协议员 先前台北市在这个基因定序的检测上面 也是一样慢半拍 如果说每次都要这样子 搓一下来动一下的话 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对于防疫真的是过度自信了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呢 这个基因定序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说 这个到底Delta病毒进到台湾了没有 所以就算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培养病毒 也应该要跟地方政府积极的去配合 而不是让地方政府苦等 因为呢实际上在第一线进行匡列隔离的防疫工作 就是地方人员 如果能够让地方的防疫人员知道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病毒的威胁 那对于整体的防疫措施来说 应该会更有帮助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 其实中央应该要赶快再去提升速度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像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的确诊案 都已经好多天了 那还没有办法判断出病毒到底是哪一个种类 那也会让很多的民众非常的担心 现在新北市的幼儿园群聚案 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病毒的基因定序还没有出来 大家不知道到底是Alpha还是Delta 那如果是Delta的话 那问题就非常的大了 就代表说Delta已经进到台湾的社区里面 那是不是警戒又要再一次的提高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要回到5月的情况 那所以说呢 柯文哲也谈到 先前台北市在这个基因定序的检测上面 也是一样慢慢拍 如果说每次都要这样子 搓一下来动一下的话 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对于防疫真的是过度自信了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呢 这个基因定序现在目前 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说 这个到底Delta病毒进到台湾了没有 所以就算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培养病毒 也应该要跟地方政府积极的去配合 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哭等 因为呢 实际上在第一线进行匡列隔离的防疫工作 就是地方人员 如果能够让地方的防疫人员知道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病毒的威胁 那对于整体的防疫措施来说 应该会更有帮助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 其实中央应该要赶快再去提升速度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像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的确诊案 都已经好多天了 那还没有办法判断出 病毒到底是哪一个种类 那也会让很多的民众非常的担心 好 其实最近大家可能都有在互相问说 你有沒有收到简讯啊 什么简讯 就是政府发的110万封的细胞简讯 其实还真的挺多人收到 可是有一些乌龙事件 比如说他根本都没有去那些地点 他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收到 甚至呢还传说只是家里住的比较近 靠近那里 可是没有出门的人也收到了 现在政府呢 好 这针对了跟确诊者足迹 有重叠的民众 有发送110万笔的细胞简讯 有些人说的确有去过 但有些人说没有去过 好 就是很多人担心 可能会身边有确诊者 就开始疯狂的涌入 卫福部的检讯实联制的查询服务 想要查查看自己 有没有可能跟确诊者有重叠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 也到那个地点 结果呢 大家都涌进去咯 去查使用者众多 结果网站一度被塞爆了 还一度大当机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 指挥中心犯人庄人祥 他怎么说 被调阅过资料 不代表跟确诊者有接触过 请大家不用自己吓自己 只是要必须提高警觉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那么指挥官呢 他怎么表示 好 他就表示说 其实未来还有一些这个节日啦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想群聚 不过其实你在群聚之前 拜托大家 还是要到在卫福部的网站上去查一查 自己有没有跟确诊者重叠 如果有 那么当然你要据实以告 那么如果没有 也就不用太过担心 可是还是要做好自身的管理健康 那么现在呢 就有人在问说 那么大家都涌入这个网站上 要调阅自己的记录 还大当机了 是否代表说民众根本都不信任中央的防疫 因为指挥官城市中每天开的记者会 是否会以这个流违刑事为主呢 可能每天都只是报一个数字 但民众自己心里还是很害怕 去过哪里 我们提供了这个QR Code 这个手机的简讯 我们用扫描 然后发送实联制 但是有些乌龙的案例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询问 台北市议员许晓星 简讯实联制的调阅记录网站开启之后呢 其实就马上大当机了 那代表非常多的民众进入去查询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意味着说 民众不信任中央的防疫 担心说自己的资料被调阅呢 那我们现在每天开的这个记者会当中 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足迹 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民众 每天辛辛苦苦所登的这个简讯实联制呢 其实我们都很想知道说 简讯实联制它到底 能够为大家防疫提升多少的帮助 因为照理来讲 现在大家都有填这个简讯实联制 应该在疫调方面来说 是可以进行的更快速的 还有包括公开足迹这方面来说 应该可以更加的公开透明 可是呢我们看到 其实实际上的情况是 跟之前的速度并没有差很多 那所以呢到底 这个简讯实联制有没有用 花了这么多的成本做 那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做 如果没有用处 还是比较依照传统的疫调 在进行疫情的防治 那是否 这个部分需要再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觉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应该要跟大家说明 那么刚才我就有说嘛 现在呢大家都跑去这卫福部的网站上去查询 但是呢接下来有中秋节中秋廉价 大家就想问指挥官城时中了 到底中秋的廉价还有机会烤肉吗 我们先来看看陈仁中怎么说 他说各县市的措施不同 中央还没有提供指引 那么呢他说目前要维持这个七天的观察期 也就是说持续观察到9月18号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各个这个县市 在这个台北 好台北就说13号会宣布过几天 新北市已经说了不会开放 在新北市内的河滨公园烤肉 那么桃园也是全面停办 那另外几个县市呢 有些停办 有些是只能够同住家人 那网友们怎么看呢 网友目前我们看到票数 网络民调一面倒 基本上呢 大家都是希望禁止的 因为你在烤肉的时候 一方面热嘛 你热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就会懒得戴口罩 因为太热太闷了 好你在山峰点火的时候 那个热气在你的这个脸颊旁边 真的是你都快喘不过气了 还戴口罩 那么有些人就会呢 把口罩拉下来 这个时候防疫破口就出现了 另外就是吃烤肉的时候 口罩也是拿下来 人跟人就像挤成一团 怎么知道是不是同住家人呢 好如果不是的话 朋友群聚 那么在传染给别人该怎么办 所以网友目前的票数 认为该禁止的实在比较多 我们这样来看到 大家怎么想 认为禁止的大家都说 疫情还在啦 当然要禁啦 甚至有人说在家烤就好啦 要在家里烤地吃 怎么烤怎么吃 那是你家的事情 那么认为开放的说 家人还好吧 可是有人说了 餐厅不限家人隔板用餐 那么禁烤肉只是一个禁安心的啦 还有人说开学群聚都没在怕了 还怕人烤肉吗 好目前呢 开放好跟这个禁止的这个民众 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认为该禁止的民众 这个民调票数的确比较多 我们就要来继续问问看 议员巧新了 认为说该禁止的烤肉的这个民众 的确比较多 可是中央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统一指引 到底是不是又想甩锅给地方呢 中秋节烤肉一直是一个让台湾民众在假期之中 跟家人团聚的重要活动 那现在因为疑似Delta病毒进到社区里面 那再怎么说也有极其的群聚事件 而且民调包括我自己本人也都认为 中央应该要发放指引 去说明说中秋烤肉的事情是不是要取消 而且有全台湾的统一一致性 而不是开放各地方有弹性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的时候 那时候告诉我们说 母亲节的各种聚会跟聚餐都是可以的 但是聚餐完毕之后 发生了这个整个群聚的大事件 那一直导致所谓三级警戒 那后面有800个我们的国民都往生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伤痛到现在大家记忆犹新 所以面临到每一次有大型节日 可能会引发群聚事件的时候 民众都特别的担忧 那目前来讲的话是按照地方 各地方自己去做 可是呢其实中央防疫应该是要一条边 所以说我也认为 如果今天中央能够迅速的通过统一的指引 说明中秋烤肉的方案跟各式各样的细节 包括是否要取消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而不是让地方自己去定义 那如果地方自己去定义的话 那比如我是台北市的市民 我可以如果我这边是取消烤肉 那我就去其他的县市 是有开放烤肉的地方 跟朋友团聚 是否会引发另一方面的 在各县市的这个群聚事件 那这个是呢会必须要注意的 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中央 统一指引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 中央在很多防疫指引上面 应该要有统一的作为 那这样子呢一方面帮地方去分担压力 二方面呢可以统一全台湾民众 不要说我今天要看新北的 我今天要看台北的 那不知道应该要看哪一个县市 造成大家的混乱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不要因为节日的关系 那大家的聚会造成如果后面开始传染 然后呢变成一个破口 那最后想要亡羊补牢 那个难度就会变得更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